消防車出勤行進入口轎車直衝插撞消防車 台湾市消防局黎明分隊消防車前往大敦18街出行任務 行進溫馨路左轉台灣大道 現場因捷運施工封路交通易警見消防車要轉彎 立即指揮台灣大道車輛停止行駛 消防車轉彎時一台轎車未停車繼續行駛 與消防車插撞後往前開約100公尺停車 事故後一台鄉行車未閃躲消防車切往慢車道 與一台白色轎車插撞 那時候我已經過到老闆馬前這裡了 然後他從那邊要切出來 他直接從我腿子撞下去 所以你們有跟消防車跟另外一輛車做照嗎?沒有沒有 事務日晚間23時許 台中市發生消防車與轎車插撞事故 消防車右前大燈破裂 轎車左後車輪與保險桿破損 雙方駕駛九車子為零 所以那時候有聽到救護車配消防車的聲音嗎? 有時候有聽到然後可能 看到來不... 對來不及了 所有車停止之後我才指引我的消防車走吧 對啊,所以他再來的時候我也有吹哨 但是來不及了,他已經衝過了 詳細車禍原因有帶警方調閱入口監視器釐清 提醒民眾開車聽到警笛聲 請注意並禮讓 地方中心台中報道